对于顶级富豪来说 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开始思考如何用钱买到买不来的东西 那就是时间 当然相信大家对于那些富豪为了续命疯狂杂金都有所耳闻 当年何鸿燊在生病了之后 就连续打了11年的针续命 并且据说买一针还达到了86万 而作为亚洲首富的李嘉诚 他的一颗药更是高达156万 今天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下富豪们的长生秘方 1.何鸿燊 2020年5月26日中午1点05分 赌王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 享年98岁 何鸿燊离世后 会葬于家族位于摩星岭一号的少远坟场 这是何东家族不少后人的长眠之地 大部分何氏家族的后人 包括何东长孙何鸿章 赌王长房女儿何超英 赌王胞妹石姑娘何婉琪的儿子麦家兴 赌王胞妹何婉颖等都安葬于此 据说当年何东是在堪于学家陈昭熙的建议下 选中少远分场 认为风水极佳可以负责后人 果然何家后人中出了赌王何鸿燊 富可敌国 何鸿燊活了98岁 虽然距离赌王120岁的预期寿命少了22年 但也绝对是高寿 何鸿燊自2009年7月跌倒 导致严重的脑溢血 经历了三次脑部手术 后来又有帕金森 肾衰竭 喜肾 五次爆出病危 用巨额金钱续命11年 但再有钱的人也逃不过一死 富人对自己的生命可谓爱护至极 因为赚再多的钱 没有命花的话 钱一点意义都没有 2009年7月 何鸿燊不慎在香港潜水湾四泰梁安琪的公寓内跌倒 头部撞地受伤 接受了脑部手术 手术是在港安医院急救进行 随后转往香港养和医院继续治疗 养和医院是香港顶尖的私立全科医院 一直是何家的御用医院 据港媒报道 何鸿燊摔倒之后伤及头部 两条血管爆裂 其中一条接近主要动脉 经过六天抢救 三次脑部手术才奇迹般苏醒 在大约半年的治疗期间 赌王屡传病危 比如中风脑缺氧等情况 何鸿燊87岁之后 中风抢救成功 并能外出活动 并又坚持了11年的病历 非常罕见 其实早在11年前 何鸿燊就开始每天打续命针续命 续命针是一种保护剂 含有大剂量的昂贵补脑素 Parasitum 可以帮助脑细胞进行修复 减少中风后活动 以及说话技能退化等候医症 这个药每天要花费86万 几个月的治疗费就得上亿 同时 何鸿燊还会做高压养仓治疗 仅医疗设备就需要2000万元 多年来 何鸿燊医疗费用花钱如流水 并且 常年在家中设置护理团队 24小时贴身照顾 2020年1月份 何鸿燊进入ICU治疗 为了确保他的健康 家属重金聘请了 包括脑 心 肝 肺 肾 等各一位名医负责 用先进的医学技术 持续为何鸿燊续命 幸亏他是赌王 为了保命 这个花销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纵然有家财万贯 也抵挡不住一次疾病的侵扰 至于赌王续命花了多少钱 港媒说法不一 入院初期 何家曾包下养和医院住院部第37号大楼的两层独立病房 每日医疗费约86万港币 后来回家疗伤 花费稍减 十年来 累计花费 有的推算是1.7亿元 有的估算超过15亿港元 根据媒体透露 何鸿燊的子女们一直在用最好的技术来保住父亲的生命 希望父亲能够长命百岁 花多少钱都是在所不惜的 众所周知 赌王何鸿燊的个人财富高达700亿港元 旗下还包括了澳伯 新豪 信德集团等多家企业 总资产高达5000亿港元 由此可见 这15亿港元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坐拥着5000亿的赌王来说 这或许就是九牛一毛吧 除了赌王何鸿燊之外 首富李嘉诚为了续命 也做过不少的努力 2.李嘉诚 李嘉诚作为全球华人富豪中的佼佼者 他的财富可谓是深不可测 当然与他93岁的年龄相比 很显然 如今他需要的更多的是时间 而不是更多的财富 为了达到续命的目的 李嘉诚早期不仅投资了大量抗衰老医学研究 并且通过药物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早前就有消息称 李嘉诚曾服用过一种特殊的药品 仅仅一颗的价格就高达150万左右 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2018年 李嘉诚还拿出2500万美元 投资了一项名为原汁金的技术 这种技术 可以通过补充内原性物质原汁金 从而将这段动物的寿命延长30% 如果能将其完美用在人类身上 对于人类来说 或许有望进入科技延寿时代 其实156万的特效药都不算啥 他出行的车才是重点 其实李嘉诚比何鸿燊更早就开始研究如何延长寿命 而且正如李嘉诚所说的 他最爱的就是挣钱与花钱这两件事 李嘉诚曾经吃了一颗特效药高达156万 并且他本人也说是自己在吃完这颗药后 感觉真的年轻了几岁 不仅如此 李嘉诚还投资了4亿美元专门研制这种药物 根据坊间传闻称 如今李嘉诚每个月服用药物的成本就高达300万元 很多人穷极一生也买不起几粒 但对于李嘉诚来说 这只是弹指之间 李嘉诚能有现在的成功 肯定是商业树敌无数 曾经他的儿子被绑架过 自从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他也减少了自己外出的频率 但是每一次出门的时候 李嘉诚都会携带24名保镖 而且这些保镖几乎是寸步不离李嘉诚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他也逐渐的放宽了心 但他依然是很在意自己的安全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开的车也能够看得出来 据悉 他如今的座驾是一辆宝马7系 虽然外观看上来 根本不是一辆豪车 而且还是普通的车型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它的安全性是众人所想不到的 据说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据说这辆车使用的材质 全部都是防弹钢板 就算是某狙击枪 都无法把这辆车给打穿 而且它的防弹钢板玻璃 足足有三厘米厚 就连车的轮胎也跟别人不一样 据说这是用特殊材质制作的 就算是被人破坏了 也可以继续支撑汽车的行驶 据悉 这辆车的总价高达1500万 这个数字在普通人眼里可能是天文数字 但是在首富李嘉诚眼里 这根本不算什么 这由此可见 李嘉诚到底有多惜命了 只要能保护自己人身安全 花多少钱也是在所不惜 3. 刘鸾雄 当年刘鸾雄因为早年过于留恋于花丛中 岁数大了之后 肾脏也就非常不好 加上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 刘鸾雄的身体根本经不起折腾 但在65岁的时候 刘鸾雄也像赌王一样 意外摔倒在地上 随后便被诊断出是急性肾衰竭 当时差点就要了老命 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换个肾 于是刘鸾雄就花费了足足3亿多 终于找到肾源 2016年 刘鸾雄在一次活动当中突然摔倒 医院诊断为身患疾病 解决此病的直接方式就是患肾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 患肾的主要问题是 无法面对高额的手术费用 但是富豪刘鸾雄对此费用 并没有任何的压力 唯一关注的一点是肾源 在危机关头 甘比的母亲将自己的肾捐给了刘鸾雄 此时的甘比已经为刘鸾雄生育了两个孩子 但是还未正式上位 甘比在刘鸾雄患病的时候 无时无刻陪伴着他的左右 这也是后来患得了刘鸾雄信任 已经偏爱的重点 刘鸾雄花费了3亿换肾成功 将价值180亿港币商场直接赠送给了甘比 还给了他400亿的股份 除此之外 他还与甘比领了结婚证 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刘太太 在之后 甘比又有了第三个宝宝 为自己换身保命 真不愧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过相比赌王的天价续命要来说 刘鸾雄这区区3亿还不到赌王药费的领头 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刘鸾雄和赌王的这些药费和医疗费都是天价 但实际上对比他们亿万身家来说 这些似乎都是小意思 毕竟命没了 有钱也没地方用啊 4.霍英东 霍英东在1983年被检查出患有淋巴癌 当时家人们都建议霍英东去美国接受治疗 但是都被霍英东给拒绝了 最后他决定在北京做切除手术 而且在手术之前 霍英东还说要死也要死在中国 再幸好手术顺利完成 直到2006年 霍英东还是没有战胜病魔 在北京医院去世 享年83岁 根据常文称 霍英东老爷子这20多年治疗费用 远没有达到赌王和洪生花费的十三分之一 其实李嘉诚与霍英东去哪里看病 并没有赎对赎错 但是两者相比之下 却有高低之分 除了看病方面 他们个人的品质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李嘉诚将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当年将上海的地皮囤积多年 都没有成功地利用这块地皮 开发成商业中心 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霍英东就不一样了 当年为了我国的发展 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有时候 一个人的个人品质 从日常的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不能说李嘉诚不爱国或者怎样 但在霍英东的相比之下 谁更爱国 简直是一目了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